我部落長者按摩頸間做物理治療 這是台灣大學醫學院 學生社會服務團 來到達仁鄉台阪村拉里巴部落 做疫症服務 許多部落長者長年有關節疾病 特地過來做物理診療 這次共有近百位台大醫學院學生 大家各自分工 有些學生到台版國小和小學生 進行暑期應對課程 有些則是左返鄉內所有的村落 進行一整基班部落文件上長者 做衛教宣導 跟健康操帶動跳 來舒緩長者的筋骨 也讓台大醫學院學生 從中瞭解原住民族的生活文化 在不同文化下面 看到不同人的生存方式 生活的方式都滿感動的 因為像很多長輩會跟我們分享 他們手作的一些作品 或是他們平常從小到大生活的環境 然後就跟我自己以前經歷的 就不大一樣 我們雖然說我們叫服務隊 可是對我們來說 其實更重要的真的是學習 因為我覺得是把學生帶過來這邊 讓他們可以親眼看到 跟自己不一樣的文化 我們今天要看見不同的民族 不是為了製造差異 是為了你要更認識彼此 台大醫學院學生社會服務團的醫診服務 有牙科皮膚科加醫科物理治療 用藥諮詢等超過十項整別 猶如將整間醫院帶到部落來 希望透過自己所學的專業來幫助部落 也在過程中彼此相互尊重跟學習 也是新聞物局台商達人 採訪報導 在這邊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